威俄壯观的槟城海前路玄母殿 是全国首座建立在大海上的庙宇 吸引不少善男性女前来膜拜 玄母殿理事会一年前特别耗资110万令吉 展开扩建庙宇工程 同时安奉33尊观音化身的神像 供海内外的善性来膜拜和祈福 玄母殿一众理事今天除了庆祝扩建工作落成 也请来了法师为33尊观音像进行诵经开光的仪式 位于槟城信士桥附近的玄母殿 是全马首座海上南海观音庙 至今已经拥有48年历史 玄母殿理事会筹备一年的时间 耗资110万令吉进行扩建工作 同时安奉33尊观音神像供海内外的善性膜拜 就是我们是可以说是全马来西亚 首建在海上的庙建在海的上面 是用打装的 而不是填起来它的土地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点 玄母殿理事会同仁今天除了欢庆玄母殿扩建落成 同时也请来法师为观音像进行开光仪式 离事会指出玄母殿的善性来自四面八方 当中还包括了中国 台湾 香港等地 善性长期慷慨解囊 帮助玄母殿筹足经费 展开扩建工程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政府能够顺水推舟 给予这个玄母殿更大的这个支持 让他们能够发挥得更好 以便提倡这个人文的这个信仰 还有这个注尽这个礼物的这个工业 另外 理事会也在玄母殿外的围墙 安置了从尼泊尔空运而来的 112个转经轮 帮助善性前来转运祈福 同时吸引更多游客和善性前来膜拜 NTV7 槟城采访报道